在加拿大规划退休 退休计划是为你不再工作的那几年做准备的过程 它包括设定退休目标 计算你需要存多少钱 并决定如何存这笔钱 由于退休计划对加拿大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多步骤过程 所以最好将其分成小块 下面我们将带您了解退休计划的七个主要步骤 设定退休目标 决定你的基准退休年龄 确定你的支出将如何变化 计算一下你需要多少 计入额外收入 选择投资账户 开始保存 让我们开始吧 1.设定退休目标 设定退休目标意味着设定一个意图 回答一个大问题 你想从退休中得到什么 例如您的退休目标可能是 在家乡过着谦逊的生活 广泛旅行 住在离孙子更近的地方 回到学校 培养兴趣爱好 做兼职 移居国外到另一个国家 在这一点上 你不必设定一个储蓄数字 比如100万美元 或者退休年龄 我们稍后会这样做 虽然这些数字很重要 但如果它们不执着于 让你想退休的退休梦想或报复 它们就毫无意义 这个目标将掌舵 同时也会让你对剩下的计划 感到兴奋 2.决定您的基准退休年龄 你的退休年龄 是你为了收入而停止全职工作的那一年 现在设定这个年龄很重要 即使它发生了变化 因为它将帮助你决定 应该如何积极或保守储蓄和投资 在加拿大 大多数人在60岁到70岁之间退休 60岁时 您可以开始从加拿大养老金计划 CPP中获得福利 然而 大多数财富顾问建议等到65岁 才开始领取CPP付款 因为你等待的时间越长 你的CPP付款就越多 一般来说 如果你等到65岁退休 而不是60岁退休 那么你的CPP支付会高出36% 一 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在60岁到70岁之间退休 你可以在最方便的时候退休 但当你设定自己的个人基准时 以下是一些需要记住的年龄 60岁加拿大养老金计划CPP开始实施 65岁老年保障 OAS和保障收入补助 GIS开始实施 71岁您必须将RSP转换为RIF 3确定退休后你的支出将如何变化 大多数退休人员在退休时的花费比他们工作时要少 仅仅是因为他们在退休时消除了某些开支 您退休后可能不再有的一些常见开支 包括你的抵押贷款 人寿保险费 通勤费用 为退休储蓄 你还会遇到一些你可能没有预料到的新开支 例如 医疗保健成本长期护理 意外的住房成本 如维护或维修 需要经济帮助的成年儿童 与您的退休目标相关的费用 如额外拆旅 许多日常开支也将截转 如食物 衣服 水电和娱乐 专业提示 从你目前的消费习惯开始 然后消除你不希望有的支出 比如你的抵押贷款或退休储蓄目标 然后再加上医疗保健 与退休目标相关的费用 以及意外费用 4 计算你退休后需要多少钱 既然你已经很清楚你的支出将如何变化 那么让我们为你的支出 制定一个具体的数字 为了帮助你估计你需要多少 你可以使用一下方法 80%规则 80%的规则规定 你应该期望用退休前收入的80%左右 来维持你目前的退休生活水平 例如 如果你现在的家庭收入是15万美元 那么当你退休时 你每年需要大约12万美元 如果你希望退休后能活20年 那么你需要240万美元的储蓄和投资 4%规则 4%的规定是 你每退休一年都应该提取4%的储蓄 根据这条规则 如果你存了100万美元 那么在接下来的25年里 你每年应该提取4万美元的存款 请记住 这不包括你的养老金 只包括你存的钱 10倍规则 一些金融专家建议 你将年薪乘以10 以达到你推荐的储蓄目标 例如 如果你赚了15万美元 根据这条规则 你应该存150万美元来过上舒适的退休生活 10倍规则的诀窍是使用你的期末工资 也就是你退休前的工资 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毕竟 谁知道他们退休后会赚什么 但一个好的经验法则是 你计划工作的每一年 都要把你现在的工资乘以2% 请记住 这些规则只给你估计 不应该取代深思熟虑的退休计划 要计算你的数字 你需要仔细观察你的消费习惯 养老金计划和你想过的退休生活 5 考虑到您预期在退休后获得的任何额外收入 幸运的是 当谈到为退休储蓄时 你并不孤单 加拿大政府为退休人员提供了几种养老金计划 根据你的工作时间和收入需求 你可以大大增加储蓄 以下是一些可以添加到退休计划中的收入来源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CCP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CCP是一项政府资助的养老金 每月向在工作期间缴纳CCP的退休人员发放 你最早可以在60岁或70岁时开始接受分配 尽管你越早开始领取奖金 你的月工就越低 老年保障 OAS OAS 然而 与中共不同的是 每周国家组织并不依赖于你的贡献 基本上 任何65岁以上的加拿大公民 或在加拿大居住至少10年的合法居民 都有资格获得每周国家组织的付款 与CCP类似 您可以选择将OAS付款推迟到65岁以上 等待时间越长 您的月付款就会增加 保证收入补充 GIS 低收入的加拿大人可能有资格获得保障收入补助 为了获得GIS付款 你的收入必须低于一定的门槛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资格表 并且你必须每年提交所得税申报表 即使你不希望欠税 兼职工作 除了养老金 一些加拿大人可能希望在退休后继续从事兼职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涓涓细流较慢 你仍然可以有少量收入流入 房屋净职 六 选择一个投资账户为退休储蓄 投资是至关重要的 但你把钱投资在哪里 对你的退休计划同样重要 加拿大政府赞助了一些利润丰厚的退休账户 这些账户将帮助你的钱 在没有纳税义务的情况下增长 如果你想少交税 你最好把钱投资到以下账户 请注意 此信息仅供教育使用 并非退休建议 有关您情况的个性化信息 请咨询财务顾问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 RRSP是一个避税储蓄账户 用于存放某些投资 基本上 只要你有收入并且年龄在69岁以下 你就可以开立RRSP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的税收优惠是显著的 首先 您在注册退休储蓄计划中的任何公款都是免税的 因此 如果您的RRSP内的投资表现良好 您就不必为您的收入纳税 此外 任何RRSP公款都会自动从您的应税收入中扣除 这可以帮助您减少每年的纳税额 然而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确实有一些限制 首先 您的年度公款不能超过上一年收入的18% 最高可达29,210美元 2023年的上限为30,780美元 然而 任何未使用的捐款空间都将延期到下一年 最后 您将为退休后的RRSP提款纳税 这是因为你的RRSP公款是税前的 这意味着 Kura没有对这些钱征税 当你退休后开始提款时 Kura会将其作为普通收入征税 集团注册退休储蓄计划 集团注册退休储蓄计划类似于RRSP 只是由您的雇主赞助 通常 你的雇主会匹配你的公款 最高可达一定数额 通常为3-5 公款直接从你的工资支票中提取 如果你的雇主提供匹配 一定要接受匹配 你不想把钱放在桌子上 免税储蓄账户 TFCA 免税储蓄账户 TFCA是另一个享有税收优惠的退休账户 与RRSP一样 投资于TFCA的资金免税增长 但是 与RRSP不同 TFCA提款不征税 这是因为你将税后美元投资到你的 TFCA 你已经缴纳了税款 所以 Kura不会让你再次缴纳税款 无论你的基础投资赚了多少 与RRSP一样 TFCA也有公款限额 2022年 年度公款限额为6000美元 预计2023年将升至6500美元 此外 TFCA有一个总公款限额 目前设定为75500美元 这意味着 如果你今天开立 TFCA 你可以在账户的整个生命周期内 总共贡献75500美元 请注意 此信息仅供教育使用 并非税务建议 有关针对您情况的个性化税务信息 请咨询税务顾问 7 开始为退休储蓄 当你最终计算出你退休后需要多少钱时 你通常会有片刻的恐慌 你理想的退休人数通常是几十万 可能是数百万取决于你的年龄和你已经存了多少 这可能比你以前存过的任何钱都要高 虽然这个数字可能令人望而生畏 但不要让他让你气馁 关键是要长期存钱 而不是一次全部存钱 如果你把财务状况安排好 存钱就不会是一个挑战 以下是你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已是你的退休计划取得成功 在预算中设定节约目标 随意向退休账户注资是一回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每月坚持储蓄是另一回事 为了保证你一直在存钱 围绕一个特定的储蓄目标制定预算 这个目标可以确保你达到退休计划的目标 将这个储蓄目标视为固定开支 换句话说 如果你的预算与收入不匹配 在你达到储蓄目标之前 调整可变之初 如食品杂货或娱乐 在预算中设定一个储蓄目标 比更常见的剩余方法更积极 花一个月的钱 然后把剩余的钱存起来 这种宽松的省钱方法 几乎永远不会奏效 因为花钱的诱惑 几乎总是胜过省钱的目标 维持应急基金 大多数加拿大人都想为退休储蓄 但每次他们开始时 都会突然出现一笔意外开支 使他们的计划脱轨 这就是应急基金的作用所在 维持应急基金可以确保你在不依赖信用卡 和个人贷款等高息债务的情况下 始终能够支付意外开支 它还防止了投资或退休账户的诱惑 这很容易导致提前取款罚款税款和费用 尽管有应急基金总比没有好 但大多数专家都认为 有三到六个月的应急储蓄会更好 这不仅可以帮助你支付医疗费等临时开支 还可以在你获你的配偶失业时维持生计 偿还高息债务 如果你背负着高息债务 在开始为退休储蓄之前先把它还清 从长远来看 高息债务可能会变得极其昂贵 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 你可能会为高息债务支付比同期投资收入更多的费用 虽然在开始为退休储蓄之前 你不必完全没有债务 但你应该尽快消除高息债务 设置自动储蓄 一种持续储蓄的方法 是在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之间设置自动转账 你可以安排在每个月的同一天可能是你拿到工资的那一天 从你的支票中提取一定的金额 这样你就可以持续的省钱 如果你有直接存款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设置自动存款 只需要求你的雇主将你工资支票的一部分存入一个单独的储蓄账户 这样你就消除了花钱的诱惑 而这些钱本来是你应该存起来的 退休计划 今日开始 每个加拿大人都应该尽快开始为退休储蓄 你的钱永远不会像今天这样有增长潜力 而且你开始投资的年龄越小 你的赚钱潜力就越大 如果退休计划仍然难以捉摸 你可以随时向注册财务规划师寻求帮助 这些金融专家可以帮助你制定退休计划 实现储蓄目标 甚至可能帮助你管理投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